咱就说中文哪有那种契约的精神 咱就说袁世海跟大清王朝签订的种种的那种优待条约 是不是 说给你 咱说赶出去北京城就赶出去北京城 他为什么最后又投靠了日本 中文根本就容不下眼睛 什么条约 优待 签订的 都是一张废纸在某些人眼里头 一有权了 说咱们的就咱们的 还是我刚才是说领导的想法和看法 谁一掌权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践踏 包括上印的制定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掌权了 那就不行 一切以前都那么就给赶入皇宫了 那冯玉祥 捣戈将军 还成了民主英雄 要不 哪头风头硬 是往哪头倒 刀戈将军嘛 再说呢 从那时候 我们的国家就没有法而言 说实话 签订的一切的条约 都是没有用的 而且也保证不了 说推翻就推翻 这就是我们国业 只有利益 我还是在产能 你看我多能 一进了北京城 皇帝人 照样我赶入谷 还大肆宣言标明 自己是革命者 做了践踏法律的事情 践踏了严格 践踏了严权 而且还会表扬自己 就像我们四和九 一样的道理 最终的结果 现在来讲 还是这样吧 什么打了土 那么分 拱了又拱了的 死又死了的 最会儿拱也不知道 是拱死也不知道 是死 最会儿都是谁的了 都是打江山 做江山的 人家说了算 人家在支配 上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是维护自己的 统治阶级 没有为老百姓 想事做事 这海资兰这位群友啊 发放的 我也看不懂 这些数据 数字大了 眼神也不太好 这儿太小 是不是咱们也排呀 咱们不排 咱们这玩意 咱们都送上 对中国有太空技术 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 运载在太空上 你看啊 中国做的事 我是这么想了 我是这么想 但不一定能做得到 所以说 咱们给世界使命一个方向 我们产生的一切 甚至就是我们核发电站 再进一步说 我们的核发电站 不会产生硬核 核废随 要这么说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 那是未知数 那风雨者不已经说了吗 扯淡的事干得很专业 正经事干得很扯淡 正指责别人了 要不然感觉咱们一个核电站也没有 那才叫本事 我不发展那个东西 我煤呀水呀电呢 我全都是不用这些东西 我就是能满足 我家里有钱 我煤都不少 我就用水 水力发电 一说水力发电 我想起来了 三峡截流造成了 咱说白了 生态不平衡 多少的物种死掉 这都是有依据的 这是我听说的 我说三峡 要多少了 咱说白了 告别了自己 永久的家园 世世代代生存的 以后那种就消失了 变成和谈了 经过什么考证了吗 所以说呢 现在一些灾难呢 越来越多呀 就这个三峡大坝 要发电 那个三峡要截流啊 本来世世代在流淌的很好 为什么要给它结合 截一下的截流啊 有的是那些鱼啊生态啊 必须得越过这个东西 它才能生育肥肴 现在根本就飞跃不过去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政府啊 就是管的有点太多了 而且每个管理都是一盘糊涂 其实你就把自己那个管理都管好 你的政府官员就管好 而且线以上的 真的 过去黄泉不下线呢 现在黄泉都下到每个家庭当中 而口口声声的是对我们的热爱 这种庞大的机构 这种拥堵的机构 你 就是不能险进 就是不能发展 就是不能文明 你就文明不了 你只是扣爷们 现在来讲 两个机构啊 是不是有个市委啊 我还在市长啊 你要知道多大的 咱说白了 几个我这 老百姓有多大的负担 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呢 他们创造什么吗 杨妹妹上海人是最骄傲的 上海人民更是认为最有先知先觉的 是吧 大家不都看懂了吗 大乌克兰 我们为什么这么自私 如果俄罗斯要胜利了 那就世界失败了 那我们就可以动手 然后 干那什么的 直直的 咱被说什么玩 要不 所以说呢 这场战争 谁也现在还没见分析 但是从看走向 大家看好 正义必胜 这是不正的事实 因为选变战呢 大家都选择在乌克兰上了 这位乌克兰也是为自己的主权而战 他不是因为吗 给你画出去了 你得听也得听话 独联体嘛 像白俄罗斯啊 什么的 什么塔吉克斯坦啊 他们不还有那些呢 那不帮助吗 塔吉克斯坦 还是塔吉克斯坦 闹政变的时候 老百姓反对的时候 俄罗斯不也派去了 也去帮助他嘛 就像我们一直帮助朝鲜似的嘛 这下反对那个李四王朝的当事 一个道理嘛 扶出国 说白了 因为你当小弟弟 你不听话了 你威胁我了 你跟别人好了 这邻居就得跟 矮的就好 按照他那个逻辑 你跟别人好是不行 跟别人好我就打你 你看 这不就是 那个普京的 这个想法的做法 上海人虽然精明的要死 他对这个言不远的问题 也是笨的相当主义啊 可悲的 真的可悲的 刚才那个不是说了吗 那个曼波 哎呀 这凤灵山女士也出来说话了 你怎么也这样说话呢 我们先进 不会产生 任何的核 废的材料 这就是我们先进之处 我还有一个想法嘛 我们要真产生了 直接送到太空去 因为我们现在跟太空 都是常来常往的的 技术 你得这么说 给国家指明一个方向 你别老浅了别人 你自己这么做的呀 咱们一个是不产生 一个是产生了 我们连地球都不在乌远 反正我是知道 我们的乌远 厉害到什么程度 咱就说转机也没有包米吧 过去我们的种的包米 是不是各种虫子都来侵蚀它 得及时打点农药 药不然的话 我们的手上就完了 还不过这些 咱说把虫子吃的 世世代代都这样了 现在可好啊 连个虫子眼都见不着了吧 我们家这个农村 我种转机的包米 虫子从来都没吃过 什么也不用打 这就足以说明 这种食物是不适合 虫子吃 都不适合虫子吃 能适合人吃吗 就是我们家 我们老家是台湾的 归安山管辖 跟辽主沙阳 辽河 一河 咱说自隔 一百多公里 这是我家承包土地 种那个包米 现在根本就不用打农药 就能转机也那包米 从而不吃 现在可好了 连个虫子眼都见不着了吧 我们家这个农村 我种转机的包米 虫子从来都没吃过 什么也不用打 这就足以说明 这种食物 是不适合虫子吃 都不适合虫子吃 能适合人吃吗 就是我们家 我们老家是台湾的 归安山管辖 跟辽主沙阳 辽河 一河 咱说自隔 一百多公里 这是我家承包土地 种那个包米 现在根本就不用打农药 就能转机也那包米 从而不吃 我再说我们的无缘 八十年代 我就上过 无锡 杭州 上海 苏州 颠倒了 反正都一样 义武 筑记 绍兴 那时候的长江的河水 我不敢说是饮用 八十年代 但是老百姓洗衣服 洗菜 头米 用那个螺口来 刷刷刷 那么算 那时候还都用了 那是最原始的了 其实在早时的时候 好像那个水 就是原本的饮用水 对呀 领导 领导现在想到环保了 他妈的 当年不说他搞什么 现在我们越来越好了 不无缘了 你看那个长江的边上 还有人干这些活的吗 包括洗衣服 包括涮马桶 那个时候 都来这个河里边 它也没形成什么乌烟 其实那点小小的乌烟 它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日常生活的 现在可好 那长江水 谁还上边上 只能蹭个船而已了 像我们群里边 可能是对农业 知道的 可能是少一点 我虽然生长在这个城市 但我对农业吧 一直是比较那个 能到点多少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就 就走 我后面就会 什么东西 这条顶 就程 感谢观看